一时光漏洞执迷,最近美国物理学家发现南极洲上空有一些不断旋转的灰白色烟雾,最初他们认为这些只是普通的沙暴,但是这些灰白色的烟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进程而改变形状,也没有移动,研究人员决定认真研究这种现象。 第二,他们发射了一个气象气球,气球上装备了测定风速、温度和大气湿度的仪器,然而,一惊发射,这个气球就急速的上升,很快就消失了。 二,南极冰白消失之谜? 最近有证据表明,在一往的130万年间,南极西部的冰顿至少消失过一回,那时的气温不会高于今天。 这对冰顿结构束缚的传统观念是一次挑战,在新西兰灵异照片展示比赛,两照片是同一鬼影。 2009年5月,在新西兰灵异照片展示比赛上,有两张照片加得多人不寒而喻,因为在这些照片中都出现了同一个鬼影,这两张照片是在一次消防演习中拍摄的。 人们在这些照片中都发现,在一所燃烧的房屋里,有一个习惯人头在漂浮。 四,摄影师里克·雅各布,在阿里亨利国家森林公园内,意外地拍摄到了大脚野人。 此前他将照相机帮在树上为了拍摄,现板下的路,然而自动快门却捕捉到令他意想不到的图像。 随后雅各布与大脚野人研究组织进行了联系。 大脚野人研究组织的保罗·马杰塔说,从所拍摄的照片来看,他很像一只灵长类动物。 以我的观点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未成年的大脚野人。 5-2010年12月,美国一位上场捕录的猎人,在野生游戏发明网站上发布一段视频,面对镜头一双令人恐怖的白色眼睛,是人们在夜晚中从未看到过。 他指出,他一直潜伏在丛林等待拍摄时机,最终一个幽灵般的怪物,突然跳入他的镜头范围。 据称,他突然从丛林中跃出,然后向镜头瞟了一眼,就又消失在丛林中。 这一怪异目击事件,发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摩格马城的一处野生保护区,留在英国苏格兰东海岸的偏远岩石地带,有一座椅飞速到14世纪,名为塔特伦城堡的古堡。 2008年5月份,一名摄影暗号者,拍摄了一张怪异的古堡照片,一位身穿传统服饰的怪异人物图像,吸引了很多摄影暗号者。 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分布出男女,身穿传统苏格兰服饰,正透过木窗向外凝视,而坦特伦城堡中,也没有雇用任何穿这种服装的模特或者向导。 三名摄影专家证实说,这张照片没有经过数码处理,其英国游客在巴基雨林中拍到了一丝外星人视频。 2011年10月,两名英国游客在巴基雨林游玩的时候,拍摄一群孩子玩耍的画面。 然而随后,他们在录像中惊奇地发现了外星人的身影。 在录像画面的背景中,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奇怪生物的轮廓,它的头和眼睛都很大,手臂很长。 它拱着被躲在了一棵树的后面,而在画面的右上角还有一处诡异的明月光源。 似乎和这个生物的出现有着某种联系。 英国游客拍到外星人影像的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人们的极大兴趣。 发白宫山铁馆,在中国发现的古代厕所。 这是互联网上有关白宫山铁馆来的诸多奇特的新闻标题之一。 科学家在中国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座名叫白宫山的山顶上, 发现数百根绣纪斑斑对远古时代留下来的铁馆, 而附近是一个盐湖。 科学家至今不清楚这些铁馆的来历, 他们有何奇特之处呢? 首先,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无人居住的地方发现的, 科学家尚未在那里发现网民存在的任何迹象。 其次,铁馆的尺寸相同, 看起来好像是有100成一支图案。 对于这些铁馆的存在, 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法, 科学家似乎在他们是否属于自然产物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9.0硬币 1957年,考古学家在美国免宁州印第安人移植, 发现了年大可追溯至11世纪早期的真正挪威硬币。 这一发现也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证据。 鸡北欧海道早在意大利横海加克里斯托福哥伦部以前, 就曾去过比纽芬兰还要往南的地方。 虽然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 电因印第man panic是在那个印第安人移植发现的唯一挪威文物。 这一事实似乎表明, 它可能是通过贸易, 从北欧海道, 在拉过拉多和纽芬兰的驻地, 被交易到面业州的, 是巴格达古巴比伦电池。 在电子装置上不存在的年代, 古人用电池去做什么呢? 巴格达电池 Bagdad Battery 1936年发现于拉克首都巴格达郊外, 是一个小陶罐, 罐内装着铁棒, 铁棒存在同质人柱体内, 它们被焊接在一起, 外层覆盖着磁青, 陶罐从外形上看就像电池的外壳。 此后, 科学家依照巴格达电池绑制的装置, 确实可以发电, 虽然很少, 从而证明了小陶罐的发电能力, 但是, 电池在当时做什么用途? 这个问题迄今未得到解答, 是一颗索人造物品, 在一个具有50万年历史的岩石块中发现火花塞后, 自命不凡的调查人员即认定, 它在那里出现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 它来自于一个高度先进的古代文明, 难道是亚特兰蒂斯? 第二, 百姓人曾在恐龙时代在访过地球? 第三, 来自未来的时空旅行者, 在遥远的过去留下了线索, 上述三种解释正确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但科学家迄今尚不能提出更好的解释, 或许是因为科索人造物品, Cosal Art Effect, 神秘消失, 因此没有食物可供科学分析吧, 十二万新人隐居地球, 1987年, 科学家在扎伊尔无意中, 闯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古老部落, 发现部落里的人与普通人长得不大一样, 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惊奇地了解到, 这些人对太阳系的知识极为了解, 去部落的人数在170多年前, 有一艘火星飞船, 威逼那来的此地, 与当地的土著人生活在了一起,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